最近国平正在备战太原的比赛 按照日程的安排 这一次的正赛将会在5月23号打响 为了最后的备战工作 国平教练组最近带着孙颖莎 王楚钦这些核心主力 飞抵太原 做好最终的冲刺 从当天的机场视频可以看到 马龙这些球员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有些人一脸轻松 有些人则是一脸严肃沉重 首先可以看到 最备受关注的肯定是孙颖莎 本身孙颖莎这次从北京机场出发的时候 还穿着一身黑色短袖 后续也许考虑到山西太原的天气比较冷 进入机场后 孙颖莎赶紧换上白色长外套 希望抵御寒冷以更好的状态出战本次比赛 除此之外可以看到 当天有很多热心的球迷 一直追着孙颖莎在跑 崩狂围在她的身边进行拍照和拍视频 而孙颖莎则是显得憨态可居 一直带着笑容 也许是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撞击 她一直跟在主教练邱仪可的后面 显得非常可爱 有一种小鸟一人的感觉 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孙颖莎对这位主管教练非常信任 对比孙颖莎整体心情非常不错 可以看到她的搭档王楚钦 却给人一脸沉重的感觉 不知道是因为接下来的比赛压力比较大 还是最近一直在比赛训练没有得到太好的休息 王楚钦的表情显得比较严肃 拖着两个行李箱形色匆匆 按理说大头不该有什么烦恼 毕竟对于王楚钦来说 他已经夺得世界第一的排名 也拿到巴黎奥运会单打的入场券 似乎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事情 希望王楚钦能够调整好心态 在本次太原挑战赛 以及月底的重庆冠军赛取得好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 走在王楚钦前面的马龙 同样非常严肃 对比国平其他主力球员 马龙是唯一戴着口罩的队员 而且整个人的表情非常严肃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对比之前非常亲切的马龙 给人的观感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最近退赛的影响 还是龙队比较累了 总而言之 从这次国平这些主力出发的状态 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的球员还是比较严肃的 估计是因为最近征战比较密集 没有心情状态和球迷开玩笑 希望王楚钦他们 接下来一定要调整好自己 最重要的不要受伤 不管最终在本次比赛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都希望马龙他们健健康康 迎战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